有事找我吗 进来吧 好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不好意思啊 明哥 没关系 进来坐吧 有什么事想跟我说吗 其实 我就是想来谢谢你 你下午说过了 好尴尬 不用紧张 要不要喝些红酒 我刚开的 好的 喝到这种导演方式 我实在是太难适应了 如果没有明哥你带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吗 好像脆得越来越厉害了 突然我为什么会和明哥说这些了 是啊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效果 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 如果一次两次都不行 就会觉得压力好大 死罗 说话了 明哥 说实话 有时候我觉得 你有点奇怪 哪里怪 比如今天在片场拍摄和离开片场的时候 你就表现的不一样 离开了片场 你好像就变冷淡了 那你可能把我和于海洋混淆了 在片场的时候 我是于海洋 你是方剑远 等到离开了片场 我是杨优明 你在我眼里 就只是下行程 你是表演专业出身的 应该知道什么是体验派 什么是表现派 这些我当然知道 概念我都学过 但在以前拍戏时 根本没有能用到的地方 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入过戏 不要再无数了 每一次表演 无非都是肢体的动作 和不走心的表情罢了 要我说几千几万遍都可以 我喜欢你 可是 下午拍摄的时候 你让我跟着方店员的感觉走 什么也别想 那是为了让你快速入戏 而不得不做的决定 但实际上 我并不赞成完全的体验派 人的生命有限 每一次表演都轰轰烈烈 完全带入 是不可能的 太伤身 也 太伤心 可是你现在的状态 还没有资格谈表演的拍笔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明白 所以 我建议你试一试在离开了片场 也继续维持方店员的状态 不是异想和模仿 而是活成的 如果不这样 以你现在的状态 在接下来的表演中 还会一次次不知所措 可你说过 这样伤害太大 我可能会 我只是建议 何诚不会告诉你怎么演 他心里只有标准 没有模板 而我 也不能每次都告诉你怎么演 毕竟你才是房间员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谢谢您的指点 不用谢 你很优秀 多一点自信 我该回房间去了 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晚安 晚安 我都看了些事 是不是有不必 我说过 我不想过 我非要这么做 讲不定也要爱 看微博了吗 需要帮你把热搜 射下去吗 微博的事我知道 他早就做好了选择 我真的不在意了 话了 刚刚对他说的话 会不会太重 毕竟以这部电影的结局 还是不要容忌弹身 比较好吧 també 是 能不能 煤